同样是在16号中午的12点 福建省9144艘渔船 结束了福济休渔期 正式开渔 开启了新一轮的捕鱼作业 中午12点整 在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崎中心渔港 随着一声令下 渔港内汽笛长鸣 采烟齐放 在指挥船的护航下 数百艘渔船有续起航 场面位为壮观 为了开渔第一网 能有个好收成 一大早 渔民们就开始检查 船上的油 水 冰和鱼具等 做好出海前最后的物资补给工作 记者了解到 大部分渔民将在海上度过一个月 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生产捕捞的新鲜鱼货 由运输船负责来回运输 最快的一批三天左右就可以回港 今天这个心情都很激动 就要早一点开出去去补 词词词词词曲 杨文宣装